牛肉价格跌至五年谷底 咱老百姓餐桌上的新宠大家好 我是顶条视频的小编 今儿个咱不聊别的 就聊聊最近老百姓餐桌上的大喜事 牛肉价格大跳水 跌到了五年来的最低点 这消息一出 咱老百姓的心里可是乐开了花 毕竟谁不喜欢物美价廉的好东西呢 说起着牛肉 以前那可是餐桌上的奢侈品 价格高高在上 让人有点望而生畏 但现在不同了 价格一路下滑 感觉就像是从云端掉到了地头 亲民的不得了 咱老百姓的钱袋子不缩水 餐桌上的菜品却更加丰富多样了 这事儿必须得给一个大大的赞 为啥牛肉价格会跌得这么狠呢 我查了下资料 发现这背后的原因还挺复杂 一方面咱们国家的牛肉产量 那是连年攀升 产量上去了 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再加上这两年进口牛肉也越来越多 国外那些便宜又好吃的牛肉 大量涌入市场 更是让国内的牛肉价格雪上加霜 这国际范儿一进来 咱们老百姓可就有口福了 不过这价格虽然低了 但咱老百姓的幸福感可没打折 想想以前 想吃顿牛肉得勒紧裤腰带 现在好了 随时都能来一顿美滋滋的牛肉大餐 还不心疼钱包 这不仅仅是钱包的问题 更是生活质量提升的一个小小缩影 当然了 又怕我担心 这牛肉价格这么低 会不会有啥猫腻 放心放心 咱们国家有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市场上的牛肉都是经过层层把关的 质量绝对有保障 咱老百姓吃的放心 买的也安心 再来说说这背后的经济账 牛肉价格下跌 其实也是对咱们老百姓生活成本的一种减负 毕竟衣食住行哪一样都离不开钱 牛肉价格便宜了 咱们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就能更宽裕一些 这对于咱们这些工薪阶层来说 无疑是一个大大的福音